一日,张绍涵接受邀请参加一场商业演出活动,由于只是在街边临时搭建了一个舞台,场所不大,只能容纳少数观众。 但没想到的是,由于张绍涵的人气实在太旺,唱完《野形的翅膀》、《欧若拉》等代表作品后,整个现场也是被围得水泄不通。 道路被严重堵塞,有网友估计,现场的观众估计已经超过上万人了,而且很多人得到消息之后也是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。 万般无奈之下,张绍涵只能临时终止了演出,并且向观众致歉,希望大家有序的离场。 而张绍涵本人也是只能从旁边的一条小道走出去,整个过程有些太搞笑了。 之后,更有网友称,自己只是路过,就被张绍涵堵了几个小时。 即使张绍涵离场了,但交通却还是花了几个小时才恢复正常。 这不得不说张绍涵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。